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8月25号礼拜五 先祝各位假日休闲愉快 那今天台北礼拜五台北股市 开低以后都在低档做震荡 那中场是跌289点 量是3224亿 好 那一直跟各位讲提醒给各位的 很多人注意看我电视节目 伟创今天大跌盘中看到跌停板 广达也是大跌 那重点呢 我都有事先预告给各位 这两天不是跟各位讲 主力作手在挥达股价公布之前 一定会先落跑 那所有的分析人也都在讲 叫你用力买 那我广达是不是跟各位讲 日线跟各位讲272 你要跑 我不是事后讲 麻烦你看前面 前两三天的 我都在警示给各位 然后分线的话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263 广达不要追 那伟创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分线是在136 然后在日线上 日线上伟创 我也跟各位讲说 你来到128 你不要做追 我都事先预告的 那我也跟各位讲 所有的分析人员都在讲AI 收费人收的爽爽爽 你们就参加他 结果我怕你们做错 我再提醒给各位 同顾老师大概 只有我是用主力作手的方式 再跟各位做解盘 所以要把我的节目 分享给其他周遭的亲朋好友 算旧人 那今天很多投资本在我赖上面讲说 跟我说很多 他说老师 同顾老师大概只有你一个 只有你一个 我都 我跟你讲 做股票 你要避开风险 那才是重点 我不是做空 但是我请你避开风险 我请你避开风险 那高档我都有事先算到 叫你避开风险 未来低档哪里可以买 我当然知道 然后威胜 威胜 低档的时候叫各位一直买 对不对 高档上人家追 我叫你不要去追 那昨天 我出了一笔 我在低档 我买很多笔 我昨天出一笔 我在节目上也跟各位说 也跟各位说 那 威胜的终极目标价在哪里 我知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我低档买的 我会先 获利一笔 利于不败之地 其他的赚多少 我都知道 那重点 他的目标价在哪里要卖掉 那你长期看我电视节目要记住 那需要我帮忙 想要低买高卖 我跟各位讲 头顾老师只有郭宪正在低买高卖 那高档很多的分析人员都在介绍叫你买 只有郭宪正独牌众议叫你卖 因为我的方式是主力作手法人 外资的做法 那主力作手外资法人是赢家 那一般的分析人员是有执照的散户 听得懂 好了 直接告诉你了 你参加请他头顾老师会赚钱 郭宪正跟着你信 我讲的很不客气 信不信随便你 那是个人姻缘福报 身心研究人 零高零的风高风 温孤的高洞 就是这么简单 好OK 那我们先来提提 来 辉达公布营收大好以后 他第一个交易日 开高走低 那我之前有预告过辉达的股价 我在300多块就跟你讲493 如果我是事后讲的 那你给他拚到没关系 因为我怕各位做错 结果辉达 今天凌晨就礼拜四的 礼拜五的凌晨 礼拜五的凌晨 他公布又最高到502 收盘471 好 那现在是台湾时间 礼拜五的下午3点多 那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来 给你看挥打现在的 盘前 在早上叫盘后 那开盘以前叫盘前 因为我这摄影棚里面 那个 哇 摄影棚里面收信不好 没办法 那先来看这个 没办法让他跑一下 来 再跑了 来 给各位看 你没有看到 471.63 这是 礼拜四 礼拜五凌晨收盘 那你有注意看 他after hour 在这里 是多少 你看的是 468.65 他是负2点 2.98 看得懂吗 底下 底下 好 OK的 这告诉你 那为什么 公布盘盒会这么惨 为什么 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的 你不懂 逐利做手 都一定是在利多的时候出货 有很多人告诉你 挥打 在400多块 再告诉你 外资调升到 全世界外资 调升到500 最少都500 甚至800 1000 一堆 那代表人家做出货 等一下 我教各位再算一次 很多人在我赖上面讲说 老师你有够厉害 你之前 预算挥打的股价 493结果到503 盘中一见到 现在利多公布 又回来471 对不对 好 OK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 那我跟各位讲 想要低买高卖 你就在我赖上面留言 580 在我赖上面留言 580参加会员 我带你低买高卖 尤其你是有大资金的 请各位记住 你有大资金的 一定要有主力作手的操盘模式 低买高卖 不然 你金三银三不够输 我直接根根挑白的 那你是大资金的 欢迎来找我 我会教你这些 操盘手的技巧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你最近看电视节目的 你就看到 AI的股票 高档都是我叫你买 卖的 对不对 我都事先讲的 那 低档 我知不知道哪里可以 你现在有广达 音乐达 还有伟创哪里压回 要买 我知不知道 我知道 好 那我们先来谈谈 你就在我留言580 参加会员 我带你低买高卖 来 这伟创 没看到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事先跟各位讲 128.1 对不对 我都没看到 我就已经写在这里的 我不是今天才讲 那我昨天 你就看昨天的YouTube的节目 那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只告诉你128以上不要做追 这是日线的 那分线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130 然后这边最高就134.5 主力作手 135.5 对不对 今天收盘111 那你有没有走过来风险 这是你要抓日线 跟五分线都要抓 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来 广达日线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263 五分线263 日线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没看到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 是不是跟各位讲272 272以上 人家作手在卖 在卖你不要买 昨天一堆人在买 今天是这样 那未来低档在哪里 对不对 你高档没有跑到 想未来想要在D-Bike做摊品 或是你未来AI想要在低档买的 那你就参加会员 在我LINE留言580 LINE留言580 那 再来我节目 大概你如果今天第一天看电视节目 你也不要惊讶 我教各位运算 我这一次是算第四次或第五次的 麻烦你看前面有第五次 我一两个月以前 我就已经算了 那个测标上面有写 回答股价预算 好 你就找 一定有 一定有 那我这个是操盘的模式 我回答的股价的高点 抓得到 我都事先想的 没关系 你有空你就会吵前面的 不然呢 你是因为很多人 又在LINE 我的LINE上面说 老师你今天在节目上 再预算一次给我们看 好 那 我在算回答的股价 我是跟各位讲 拳头顾分析人也没有人挥 来 注意看 有没有看到 我在打美国的NVIDIA 我没看到后面 来 记住 我这里都没看 这里都没看到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上 就已经教各位 493 来 这个高点 3840人 小数点我就不记 3840人 346 这个低点 346跟 108 346 这个点到这边 我在算这边的高点 好 那来到这边 弄一下计算机 346 另外一个是108 对不对 调整一定 0.3 0.618 这是我可以教的 再加346 所以高档就493 NVIDIA NVIDIA最高的点位是502 盘中站上而已 盘中站上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少一天 轰天也是少一天 他最高到502 那收盘 公布率都最高盘中 到502 收盘就471 有没有 好 OK 我回答股价 有没有事先 头顾老师 只有我算出来 我没有讲谎话 所以 我跟你讲 内行会看我电视节目 我回答的一个就是股价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回答股价涨上来 所有的外资在调升 到那500 800 1000 那我在300多块 其实我在200多块 我就知道会到493 那盘中看到502就跌下来 那我回答股价 未来会回到哪里 我知不知道 我现在教各位算的是 我在节目上可以教 我还有很多技术分析 我不方便 在节目上面直接教 这我在教会员 那你要学可以 我只跟各位讲 你在台湾 你在股市里面想要低买款 一般传统技术分析没有用 那个是没有用 我跟各位讲 主力做手高手 在做股票 他不看KD 不看RSI 不看 不看均线 也不看那个什么道士形态学 波浪里的 他没再看那个的 看什么 罗K 他要看什么 不方便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都事先知道 我是事先讲 我没有事后 好OK 就比如讲2388 来 威胜 今天所有人一定会讲威胜 因为今天大碟 所有人都会讲威胜 威胜 之前呢 在 来 这个先把它下掉 来 我在80只叫人家买 这里 我在低档叫人家买 没有人会买 上来 我在 我已经知道146到163要卖 我这卖掉 然后再下来 低档 我在这附近买 我在这里 我就知道会跌到100凌几 来 我没看到后面 这是我会员幼幼班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上面秀 我从这里来算 103.03的100凶三 拜托 这都要买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在底下买很多笔 对不对 昨天上来 120 我会 120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密集成交线 我会先卖一笔 分线 我在节目上故意跟各位讲108这里有人称 那在120这短线上有一个是技术性的反压 所以今天 你拉升到120以上去追是错的 那我在低档买很多笔 我昨天在节目上面讲说 我120附近我先卖一笔 昨天最高 121 对不对 我还有很多笔 那终极目标价在哪里 所以说头顾老师都会缴威胜 所以威胜呢 80几我就知道会涨到146到150几 那我在 我在高档义 我不方便跟各位讲 我在哪里卖掉 我只告诉你 我在146到163中间卖掉 那我就知道会跌到103 跌到103 那最低的103 我在10几那边一直在买 我都在节目上 事先预告给各位 那最后面我预告一个 我可以交入说108 有人在做撑 对不对 这个都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上来120 我可以先获利一笔 我还有很多笔 那终极目标价在哪里 好 我再跟各位讲 你手上AI的股票 我高档有没有抓出来 有 我都事先讲的 那未来抵挡哪里是买进点 或是哪里是二次的一个 所以补货点 如果你没有在高档卖 尤其你这几天 如果你看到电视节目 你就不会 广达你就不会去买在280几 今天跌到很惨 对不对 那你也不会去买 伪创买到130 我这个时候已经跟各位讲了 我这事后讲 你也能跟他拼就没关系 我都没看到直接告诉你 我每天讲的 我不留证据的 我没看到 我就知道高点在这里了 这个是我会悠悠班的 所以272.79 这272.5以上有人会买 从这里来看 这叫做做信号 你听好吗 272.5以上为什么带上影线 所以昨天一堆人看到 NVIDIA公布财报很好 冲进去买 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我怕你们做错 我跟各位讲 要散人 麻烦你看 如果你是新同学 麻烦你看昨天的YouTube 如果你是老同学 那队友拍拍走 想要学习这些技术分析 我会抓这个高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今天来到这里 那未来他会跌到哪里 我知不知道 高档我就算出来 就比讲 这边的高档我也算出来 我在节目上告诉各位250 这边这270 对不对 好OK 一样的 我没看到的时候 不是跟各位讲128 我没看到 我说谈生上海 我在节目上 12再再23 怕你们做错 我看到所有投股老师 在介绍AI 介绍涨很多的股票 叫你进去买 我只有郭先生 独牌综艺叫你买 128 昨天开高走低 昨天最高到13 今天跌0 那之前这里161 我算156 那这个低点 最低到哪里 107.5 那这里会止跌吗 of course not 那你会不会怕 我老早就知道了 那我跟各位讲 这里会不会跌破 of course 会不会怕 那你要不要学这种低买高卖的技术 如果想学的 就参加了会员留言580 我把你交成高手 你每档股票都低买高卖 这对你一辈子受用 你可以传家传 你可以传家 我跟你讲 好的东西 我不会随便交本 但是你会来找我的是少数人 记住我讲了一句话 好的投股老师流量是不会最高的 我有维持一定的流量 但是不会太高 因为我不会划纵去从 我低档叫人家买 散户不会买 所以散户不会看我电视节目 我高档叫人家卖 所有人 所有人都在买 投股老师都在讲 介绍高档的 高档的股票 因为涨很多嘛 萨绿是要买高嘛 然后呢 他们收费也收得爽爽爽爽 那我都 我都叫你们卖 我介绍涨很多的股票 我都介绍叫你要卖 这是主力作手的心态 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我想要叫人 就这么简单 我做投股老师以后 我自己 负业没有 我自己是分析质的 我技术分析你外面学不到 我会抓一档股票高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就比例来讲 你看喔 我都事先算的 这双关架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我已经算到这里 这三关架 这扣高低转折 来 下礼拜还扣高转折 一跌难涨 这不是支撑压力 那你们看的均线是这样 对不对 我的均线是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 全世界 来 老师 为什么你的5MA 5日均线是延伸5天 这一条22MA延伸22天 延伸到后面去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一条是10MA 那你们一般学的 这种均线能偏移吗 让你批准 全世界只有郭宪正会 你有看到均线 均线到今天为止 有办法去做延伸吗 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我在低档的时候就知道这里 来 随便 来 我就知道这里要死亡夹杂 这里要黄金夹杂 这里要死亡夹杂 这里要死亡夹杂 看得懂吗 线是先画出来的 那你们知道的均线是这样 一般的均线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我的均线是这样 延伸 所以技术分析 我的技术分析都事先预算 那这是外资的超盘法 我的这种低买高卖的 这种技术外面都学不到 那会来找我的是少数人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训练很多超盘手 低买高卖超盘手 你大资金的换人来找我 那如果你只有一两百万 你也可以来找我 可以教你 那直接告诉你 会来找我的很少 为什么 他都以为我讲废话 随便你 那就是个人因缘福报 我已经告诉你 我善尽告知的义务 会来找我的人 非常非常多 这些人都内行的 要来再看多看 听到没有 好 想要低买高卖的 你这些所谓的AI的股票 想要低买高卖的 来找我 威胜 终极目标价在哪里 来找我 那参加会员 在我LINE上面留言 580 好OK 来 就比较这样 喜欢我节目 记得要订阅 优质节目要订阅 你看电视节目 不要再看那种 每天都在大撞 那垂高雷 那个没有用 来 8月25号 我在讲28号 事先做预算的 这算日线的 今天算 这个高点我这里算出来 这个低点 我这里算出来 这个高点 这里我就算出来 最高594 下来我就告诉你 530540 我不是现在才讲 最低536 伪创156 这边事先算出来 你就不会买在这里 为什么这里是第一点 为什么谈伸上来 128 上去不能追 最高到135 对不对 那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点未来会破 信不信随便你 来 272.9 这以上带上一线 这里更不能买 今天呢 跌那么多是刚好 刚好而已 对不对 我说今天跌停板 刚好而已 你不学 你宁愿 等在水里面 通一声 你就不学 那我没办法 跟着你赚钱 又学技术 来 69 我32 叫人家买 没人买 那时候没有 没有人在讲AI 上来69 我73 叫人家买 弹身上 跌下来 我就告诉你 弹身上来 这里不要追 60.4 我不是讲一天而已 就跟NVIDIA的股价 我在300多 就告诉你 高点是493 我已经交很多次 今天再交一次 应观众要求 威胜 85在这里买 这里 146到163 叫人家出 下来 我就 这里我 155 我就知道会跌到 100零几了 所以我在这底下 买很多 今天 昨天呢 我在节目上 就讲 我先卖 1比120 那今天你去追 是错的 明天押回 下礼拜押回 再来接 接回来 不是今天早上 你就去追 今天所有人 一定都在讲威慎 没办法听 因为今天大盘跌 同步老师 没得讲 都会讲涨最多的股票 结果 我短线先卖一笔 系统 20块叫你要买 那来 系统 上海35到39 不能买 那我跟哥讲 你买在这里 我保证你融资断头 融资断头 这样你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20块 我在这里 我在20块 这边 为什么会有利多 为什么来到这边 我就知道 会涨到商业几块 为什么会来到这边 我也不知道说 怎么会突然间 会有一个所谓的 来到这边 20.45是转强 原来宏家 从联电董事长 来 真的来争处 挂名系统董事长 所以很多人就说 联电的小金基姆 是资源 这是第二家的小资源 对不对 但是当你在听人 讲第二家小资源 就要酸了 这里已经告诉你的 35.2 这是39 这里是不能追的 飞鸿 这里叫你买 对不对 现在有人在讲 来 今天 齐鸿除锡 一堆人在买 买高的 这个华城 一堆人在买 七八十块不买 现在在买 来 360基加 一堆人在介绍涨很多 我都叫人家要卖 我介绍涨很多的股票 我都叫人家买 这假如 这才是 善尽社会义务责任 来 扬名 之前 有很多人 如果 你在两年前 听过我在讲 航海王那时候的扬名 220 230 我就讲 230块一定会来 你不相信 现在都快40了 这里会来 33.8一定会来 来到33.8可不可以买 不行 所以他长期是看跌的 预算调整精准无比 没有某年两可 短中长线波段一体实用 低买高卖 想要低买高卖 你有AI 有威胜的 想要低买高卖的 跟着我的 你就在我赖上面留580参加会员 做股票是压回整理 别是破线才买 不是买现在在掌握 涨一大段的 做手 现在在掌握 已经涨一大段 几乎都是在卖 我把技术性转换来数字 清晰懂功夫生 注意 不追高 懂高卖 散户的痛 就是追高杀低 你如果输不怕 那你继续吧 想要转换人生 想要由书家变银家 欢迎来找我 留言580参加会员 会预算才是高手 这种外资主力作手 还有高手的操盘法 低买高卖 欢迎来找我 不然高档都是你买的 好 OK 其他时间不多了 这个就懒得再讲了 想要我节目 记得要订阅 那认同我的 要参加会员 怎样成为高手 想要在股市里面 长长久久存活下去的 赚钱学技术 欢迎来找我 探钱 黑技术在找我 探钱 拔掉 请你找白人 那每天都在讲迹象 每天都大赚了 那种鬼话 你也相信 那是有牌的金光达 我等于散尽告知的义务 想来找我 那 LINE 留580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端了 祝各位明天 操盘胜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